第七十九集 王座上撤取暗机 放了一方软踏 华服从踏上流泻 一泥在地 一个生着落腮糊的中年男人 眯着眼睛 眉宇间很愉悦地 盯着舞鸡的腰臀 粗短的手指 在踏檐轻轻敲击着节奏 这男人生得不算好看 甚至十分粗犷有力 但身上偏偏隐约透着一种尊贵的气质 便如一个狼裙的头狼 凶狠却举步优雅 这时 一名容貌秀美的侍女 躬身从一侧走近 匍匐在她脚下轻声说道 王 恒大人来了 过来 蜀王轻轻拍了拍床踏 侍女连忙起身 小心翼翼地爬了上去 蜀王轻轻摩索着侍女的脸蛋 手指停留在她娇嫩的唇上 今生又哄一般 说什么 再说一遍 侍女垂着蝶翅般的黑结 再次说道 王 恒大人来了 蜀王愉悦地一笑 亲了一下侍女粉嫩的唇 拍拍她臀说道 去叫她进来 侍女脸颊微红 羞涩地应了一声 从榻上爬起来 从大殿一侧 小跑着出去 这侍女并非普通侍笔 而是蜀王的爱鸡之一 只觉得她唇齿声得极美 所以便用她来传话 以便随时赏心悦目 蜀王好色 但她对每个女人都极尽温柔 仿佛恨不得把世间一切最好的东西 都拿来讨每人欢心 从不苛责打骂他们 然而也没有一个女人 敢肆无忌惮地挥霍这种宠爱 因为转眼间 就可能会被厌倦抛弃 诸恒带着一脸笑意 走进来 给蜀王行了一礼 王 臣下见到秦始了 蜀王查贺色的眼眸 不离五击 秦国使者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年 身得柔柔弱弱 大点风便能刮走的模样 秦国使者身上穿的是葛麻 黑衣险些都洗成了白衣 那使成一见到王臣的繁华 便像从山里来的眼人一般 真真有趣 诸恒说起来依旧忍不住大笑 这番描述勾起了蜀王一丝性质 目光终于收了回来 看一向朱恒说 他们不是有上军变法了吗 那片荒凉的地方 就算再变法 也不如我们卧夜千里 臣下曾去过秦国 他们的女人一不遮体 他们的男丁都死在战场上 凉田无人耕种 长满了荒草 国库粮食 供不起打仗的军队 便是杜宇在世 十几年也无法拯救那样颓败的国家 那依你看 侵入我天蜀 所谓何也 这 臣下猜不到 蜀王垂谋沉思 片刻说道 即可召见秦师 朱恒并不吃惊 他们的王 做出任何匪夷所思的事情 都不算什么 更何况 只是这点小事 时已入夜 外面还下着细细的小雨 送出于沐浴之后 在卧房里静思 窗户大开 风席的雨丝吹进来 在地面上 露下一片湿润 屋内火光跳雨 映得那一片地方 隐隐发亮 先生 就请吧 古寒在门外 提醒道 且后 等什么 古寒静静等了片刻 见他没有再说话的意思 便逐渐 立在门口守卫 约目过了两刻 走廊上 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古寒听着那声音 游远极近 分明是向这边过来 不禁转头看过去 只见一名 着藏蓝色花袍的老者 步履匆匆 领着十余名侍女 正向这边走来 从大开的窗户中 古寒诧异地 看了屋内的 送出一眼 他不知何时 坐在机前 面前铺了一块白博 正垂头认真的 会着什么 大人 那老者向古寒诗里 用周语询问 时节可曾休息 不曾 你前来所为何事 我王 接见时节 老者简单地回了一句 语气客气 但话中的内容 却丝毫不委婉 古寒压下满心恼怒 淡淡汗手 进屋 向送出一禀报 使节请您进屋稍后 老者原本准备 领了人就走 可没打算 在这里救候啊 在门口愁愁片刻 才抬脚进了屋 接引官员 于成 见过秦时 老者思量之下 别知方才 稍稍放低了姿态 送出一环礼之后 说了声请坐 便买手 继续作话 于成见状 不禁着急起来 君主一个不快 他可就不用 在蜀国混了呀 如坐针毡 忍耐了半啥 于成忍不住催促道 我王分外重视 与大秦的邦交 因此决定 即刻接见时节 不知时节 此刻是否方便呢 作为使节 还有什么 比两国邦交 更重要的事情 于成话中隐晦地 劝说宋出一 你那些不重要的话 赶紧放一放 于接引 稍安勿躁 宋出一终于割下画笔 吹了吹白薄上的墨迹 你起过来瞧瞧 于成狐疑地看了他一眼 起身靠近暗机 目光落在白薄上时 不由睁大了眼睛 那白薄上山高水远 雾起阴晕之中 引现一名半裸的美人 美人背对观者 芙蓉面微侧 体态疯而不肥 瘦却不见骨 他身上的衣物 从肩滑落挂着臂腕里 露出一半美背和半个苏胸 墨发若沾了水 有几丝贴在几背 脸颊 这 这是 于成满面惊讶地 看向宋出一 巴蜀之地的画 颜色鲜艳 但线条生硬 多把事物夸张化 宋出一这种画法 是他在游历之时 从一个无名世人那里学来 被他更进一步地完善了 宋出一深深地明白 对于男人来说 若隐若现 远比一丝不挂 更能引起兴趣 朦胧的惊鸿一撇 其震撼效果 远比直接看见正面 要强烈得多 况且每个人的喜好不同 哪怕宋出一画即举世无双 也未必能画出 鼠王喜爱的那一种 所以 只能抓住所有男人 审美基本一致的地方 譬如 优美的颈相和背部 不赢以我的腰支 圆润丰满的臀和胸 宋出一从来不怀疑 这个结论的可靠性 因为其来源 是他那一颗 若汉子般 同样热爱美人的心 嗯 走吧 宋出一很满意 于成的反应 于成回过神来时 话早已被卷起来 放入竹筒内 宋出一走到廊上 侍女撑开一把 很大的梦踪竹伞 替她遮雨 而后 被数十人簇拥着 上了车 鼓含劈起缩衣 骑马随行 雨细细密密地洒落 并无丝毫声音 一如宋出一现在的心许 悄悄转变着 却不留丝毫端宁 自从重生以来 她一直步步为营 就连救急雨的那次 看似冒险 其实一切 简在掌握之中 然而这一回 她必须要躲 没有时间 让她再回秦国 与迎四细细商量 倘若迎四不信任她 那么她所做的一切 都将付诸东流 更甚至 会引来杀身之祸 然而打算更长久地追随 迎四便必须要值得 她追随才行 这与古寒对她的试探不同 迎四要她成为智囊 而不单单 只是一把利刃 请古使节到 通传的声音 将宋出一层思绪中拉出来 她整了整一关 将装着美人图的竹筒 递出去给古寒 自己则捧了福吉和国书 下了马车 雨夜中 侍女撑开伞 替宋出一遮挡 她缓缓步上阶梯 黑色宽秀大袍 随着动作微微摆动 画出的优美弧度 是专属于世人的从容 古寒从身后看着她 那份气定神贤 那份优雅从容 都令她重新地 认识了宋出一 这是古寒 第一次陪宋出一 到这样的正式场合 也是第一次知道 她原来还有 这么正经的一面 以前听说测试 有嘴脸 没面目 面对不同的人 他们会展现 完全不同的东西 古寒原本不信 但看现在 信了 她才学广博 精通六意 却可以粗俗地骂娘 她可以云淡风轻地 陷人于死地 她可以玩世不恭地 洞悉一切 也可以举止高雅地 揣着明白 装糊涂 她不知道 哪一面 才是真正的宋出一 但似乎隐约 能从她身上 看见未来 大秦的新气象 大殿里 没有往日 喧嚣的私主声 却传出 女人娇媚的 喘息呻吟 有侍女进去 通报一声 红着小脸 出来说道 世界情弱 宋出一一只脚 才踏入门内 一股浓浓的脂粉气息 便扑面而来 紧接着 便瞧见羊毛毡上 躺着三个赤条条的女子 踏上 一个敞开衣襟的中年男人 支着脑袋侧躺 折薄纱的势壁 再用小刀将野味 切成小块喂她 秦国使臣 宋怀锦 建国蜀王 宋出一甩开大袖 躬身行礼 从送出一缸进门 蜀王便开始 注意她的一切 虽然正如朱衡所言 她身上镯的 只是最简单的麻布刨斧 但面对这种场面 竟然面色丝毫不变 倒是有些意思 时节见到寡人 这么些美人 竟然视若无睹 哈哈哈哈 蜀王哈哈大笑 他头一句便说美人 用的却是周语 可见并非是个 不学无术的草包 宋出一抬眼 正是蜀王 略顿了一下 不过俗悟尔 如何能动五心 哦 蜀王听宋出一这么说 却也不怒 反而饶有兴趣地说 以使节看 何等女子 仿称得上美人啊 打击乎 宝似乎 打击宝似 固然美丽 这是霍乱苍生的妖舞 外臣所见 乃是可以媲美 香水神女的美人 宋出一故意放低了声音 显得颇为神秘 八蜀之地 对鬼神的信奉 到了一种几乎疯狂的地步 他们相信鬼神 无处不在 好似一笑可倾城 香水神女 是何等模样 却从未有闻 蜀王将身侧美人 拽入怀中 守在他身上 缓缓游移 美人很配合地交相 宋出一步急着 把画像拿出来 而是先引导他们想象 美人不失之粉 身上香兮 却如蓝四射 远秀时 幽幽渺渺渺 静秀时 若隐若现 若用美人在怀 心香可是身心愉悦 美人交肤 如之似血 晶莹剔透 吹弹可破 最上等的丝绸 在其身上 一显粗糟 美人掀腰楚楚 柔而不弱 玉腿修长笔直 瘦而不露骨 美人食指鲜鲜 握之如雨 美人唇如瓣 赤如背 谋若轻弹 硬繁心 颤袜凌波 焉然一笑间 万物含羞 日月失色 宋初一的声音 介于少年和成人之间 低而柔实 风外舒缓 楚王听得如痴如醉 用想象 根本勾勒不出 这名美人的模样 但又恍如 他站在水波迷雾中 真的冲他俨然一笑 美得 动人心魄 在这样的角色之下 一旁裸身的女人 纷纷自残行贿 忽然觉得 自己身上的香味 太俗气 皮肤不够细腻 腰脂不够纤细 牙齿不够洁白 生怕楚王厌倦 忍不住悄悄地 拿断衣 遮住了身子 世上当真有如此美人 楚王回过神来 不禁坐起身 目光灼灼地盯着宋厨仪 宋厨仪微微笑道 自是有 晋王上 许我侍卫送画像来 蜀王听说有画像 眼睛一亮 立刻说道 快 去请秦国侍卫 古汉作为宋厨仪的侍卫 绝不会解见 因此 只能将东西 送到大殿门外 有一名美币 呈上来 宋厨将竹筒打开 取出画像 在距离蜀王 七步远处展开 让两名侍女 持画两脚 一幅云雾萦绕的 美人出玉图呈现 灯光从四面照射过来 白薄微透 越发仙气飘渺 因王上之骨 外臣有幸得见美人 这幅图 是外臣所绘 无奈笔拙 难以勾勒出 其神韵之分毫 实在惭愧 宋厨仪探道 这图画迹新颖 图中的女子 曲线柔美 也算是名美人 但倘若没有 送出一那番形容 见惯了美色的蜀王 倒不会有太多经验 可是此时此刻 蜀王瞧着那人 当真是乌发如铺 肤白似血的画中先 世杰为何 说因寡人之过 蜀王依依不舍地 收回目光 蜀王好色归好色 却没有被冲昏头脑 宋厨心下有了计较 此女 暮下正在咸阳宫内 您换此招 君上自从得了此女 旁的女子 在她眼中 皆为陈宁 后宫仅有此一人而已 君上听闻 您爱美人 便欲将此女 献于您 当真有如此美人 秦宫竟很割舍 王上可知秦国新军 是何人 太子嬴似 秦蜀之间 虽道路不通 但秦国新军继位 已经一载有余 蜀国自然早就得到了消息 宋处已点了点头 正是 不瞒王上 宫实在不如您解风情 自照在她眼中 纵是风华绝代 亦不如秦国百姓吃得饱 穿得暖重要 这一点 属王倒是相信 不知道是秦国太穷 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营氏的男儿 似乎对女人都不甚感兴趣 历代国君中 从未听说有哪个 特别爱好美色 他们后宫的女人 实在少得可怜 宋处已观他神色 便继续说道 秦子从商军变法以来 渐渐有了点起色 但秦国男儿 多战死沙场 土地荒芜 却是一时难以改变哪 我们缺粮 但山东六国 却是秦为满足 只在秦做奴隶生意 不愿卖于粮食 君上得知蜀国 有卧野千里 古物丰富 便想与贵国通商 以买卖粮食为主 这些蜀王都有所耳闻 但他不知道 商鞅变法之后 秦国也接难了 许多外来人口 鼓励农耕 当时秦国满目荒地 商军便做出一项国策 不管是哪国人 只要有意入秦国户籍 便可以开垦荒地 土地便归其所有 并且前三年 税赴全眠 因此秦国从十年前 便脱离了缺粮的困境 秦国被山东六国 视为满足 巴蜀又何尝不是 虽然巴蜀 也一向不屑于 山东六国往来 但被人排挤的滋味 不好受 宋初一这么说 多多少少 让鼠王生出一种 同病相怜的感觉 快乐 都不屑了 汇率